歡迎我們今天的嘉賓 就是我們叫Jimmy 哈囉 再次澄清一下 我們沒有騙過Jimmy的錢 大家平平你騙了我500元 你的宅偶條件是怎樣的 我發現我對外形沒有太多要求 如果你有拍拖 你男朋友看到的時候 對外形沒有什麼要求 哈哈哈哈 那我 哎呀 糟糕了 好 我要修正 Hello Chi Hey Hello Jimmy 你好 Hello Hello Ida 喂 喂 給我 喂 你是不是嘉賓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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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宅偶 是真的嗎 我真的很感謝你 請我吃東西 不用客氣 正所謂 是正在學千年的 水之恩 湧泉雙舖 所以我想問Jimmy 你有沒有想不到 我去補答Jimmy 今天買外賣 買宅偶條件 那你補答我業 但是我要給你錢 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這個世界的運作就是這樣 是的 今天我會嘗試把Jimmy的500元 編成1000元 是 然後給你 我可能要你再買一個外賣 想來 你虧錢的嘛 對 沒錯 我現在嘗試把這500元對接 你見不見到Jimmy 是 變了兩張500元 哈哈哈哈 這裡就1000元 喂呀 哈哈哈哈 喂呀 什麼呀 我會對接 然後看著我去補答 你見到Jimmy的500元 在顏色上 瞬間 有一點點變化 不僅有那麼多 打開的時候 你回到Jimmy的500元 哇 這邊已經1000元了 哇 看不見到 不是港幣的 好像是菲律賓錢來的 是啊 很無謂港幣 那什麼問題呢 菲律賓錢和港幣的兌換率是怎樣 不要理會這些 最重要的是一個回憶 OK 就是今天 你見到1000元 你也留給你 有一個很開心的回憶 滴水之人湧傳相互 這1000元 你收入了 那我真的成功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聰 很久沒拍過這個 今天R.I.P系列了 很久之後 就重新拍過 那為什麼會有這集的今天R.I.P 如果大家之前有留意我IGLINE 應該就會知道 話說早前 我在香港做完事 上了無聊 上IG 看看LINE 然後就發現了 有一個香港的歌手 突然開LINE 說什麼要買外賣 請大家吃 租買外賣 而送過來 我這些小人之心 在看這些情況 就覺得 哇 這些一定是騙錢的 一定是一些片局 那我就不信 我就膽粗粗 主動去申請 就說要吃這個外賣 結果 又真的不是片局 真的有東西吃 送過來 就請你吃不收錢 那我也歷水之恩 湧傳相報 我也為了報答這個歌手 送了一些禮物給她 我看到她也很開心 所以最後 我們也促成了這次的 今天R.I.P 歡迎我們今天的嘉賓 就是我們的 Jimmy Hello 我想說 真的是騙案 真的騙案嗎 當然騙案 不是我騙你 是你騙我 我騙你 是啊 是不是搞錯了 你忘記了 我記得 但是可能大家 大家評評你 騙了我 500元 其實整件事是沒有的 Jimmy 都是500變1000元 500變1000元 是的 OK OK 你是馬來西亞 過來香港 你都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表演 我覺得你是一個 國際性的歌手 為什麼不變英國 歐羅 隨機的 隨機的 即是今次剛好可能就是 PACE OF 你 但是你認不認同 No 哈哈哈哈 因為我心想 現在是國際級的 原來有心思 誤會了你 誤會了你 是啊 因為我想說 今次收集問題 有很多人都在留言 問我什麼時候給你錢 你是不是被人騙了 想問一下你被人騙的感受 謝謝大家關心我 我那天回到家 第一件事 我媽媽都是問我 那500元你拿回來什麼 哈哈哈哈 伯母也有看的 伯母也有看 也有關注這宗案 OK 其實我感覺到 其實你跟粉絲 你真的對她很好 我看到你那天 又買外賣 又有雪糕 是的 然後你另外一天 是馬上包場 請她們看電影 即興請她們看電影 然後你還看到導演何卓天 是的 亦都即興過了 是的 那天是很多驚喜 很開心 我第一次跟這麼多人 一起約好 一起看電影 其實都想搞活動很久 都想多一點跟她們見面 因為經常都是 在網上看她們留言 其實每一個帳號 後面都是一個真人 我不想經常好電子 所有東西 有距離 是啊 為什麼我會感覺到 Ginnie跟粉絲真的很好 因為其實我有IG搜索問題 過往不同的藝人 你知道網上的人 有些比較mean 其實都會收到很多 比較mean的留言 一些問題都比較mean 但是你真的相對是很少 是嗎 說真的 然後我就感覺到 可能你的粉絲真的很疼愛你 或者你又很疼愛她 大家互相對大家好好 所以這件事 我是覺得是有些做壞規矩 為什麼做壞規矩 要問一些很壞的問題 你搞到其他很難做 你搞到我很難做 為什麼難做 我也是騙我的觀眾錢 我的觀眾來看我的表演 我也是騙我的 我也是送一個教訓給他們 就是令他們化了一個細節 傳統給我們的感覺 就是很多藝人 歌手 他們都是會想有距離感的 也有人說過 譬如我做一個星 其實有時就是要有一個距離感 才會比較好 我喜歡跟他們互動 我想經過COVID之後 很多事情都變了 現在做事要開始 反而會更加珍惜 沒有再等了 有機會就真的可以多些接觸 也是 經過這個COVID 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好像是必然 但原來不是的 是呀 原來我想去過香港或澳門 以前好像很簡單 是呀 原來不行了 就幾年去不了 是呀 我隨便說說 雖然你對粉絲那麼好 那些問題 就真的是我收集回來的 就跟我本人完全沒有關係 對啦 我是代他們 OK 問你而已 Junny來香港 是不是都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你一個馬來西亞人 過到來 其實這十幾年 有沒有什麼是最難捱的時侯 或者有什麼是你覺得最辛苦的 我想可能初初 要適應新的環境的辛苦會多些 我真的膽粗粗自己一個人來 又不懂得說廣東話 沒有朋友 沒有親人在身邊 所以其實是都害怕的 當時是沒有時間害怕 因為我看回頭 為什麼我會這麼大膽去做這個決定 是之後慢慢沉澱了 原來這件事也挺瘋的 但當時就會覺得 不要緊我可以的沒事的 然後就慢慢每一天去學 真的要給很多耐性 是去學廣東話 所有東西 可能你的溝通的能力 語言的能力 你的生活上的技巧 生活的經驗 去哪裡買什麼 坐車 點點滴滴所有東西 你要自己去面對 最初那幾年是 很沒有安全感的 然後就慢慢適應到一個地方 慢慢接受了自己 其實有時候很難受的 我記得最初很辛苦 我最怕什麼呢 在工作上 我最怕錄ID 因為已經不懂廣東話了 然後就要錄ID 看著那個字又不知道怎麼讀 有時候有出一些活動 又會有一些slogan要說的 或者有一些台詞要記 然後就會很緊張 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就會背背背背 然後回到家就會很難受 我就覺得為什麼這麼蠢 我為什麼不懂的 反而最難就是 語言這一刻令你最辛苦 因為都直接影響工作和生活 我試過有一次要報警 然後又不知道怎樣 然後我最後就發了電郵 怕說我不懂得說 不懂 發什麼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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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緊急的事 又不是緊急的 又很想報警 又怕打電話不懂得說 當時我看到有人偷拍 偷拍你 不是偷拍別人 OK OK 我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跟警察說這件事 是 我不懂得說 然後我就發了電郵 偷拍那個人應該走了 走了 我即場抓不到 我也不知道怎樣 我跑得不夠他快 但我有跑過去跟那個女生說 你個人拍 對 剛才偷拍你的那個男生 然後看到那個人就跑走了 你沒有發了電郵 就馬上打到狗狗那裡 Check E-mail!Check E-mail! 我想說 他們有回覆我的電郵 有回覆你的 有回覆我的電郵 是不是很搞笑 有很多這些 試過有一次 病又不敢叫白車 病到動不了 然後不知道怎麼辦 就發電郵到醫院了? 沒有 我就忍 忍到天亮 然後沒事了 好 幸好 自己康復 自己康復 當然沒事了 不甘情機 哈哈哈哈 那些自然尿發 是啊 那我們下一個問題 又來了 Ginny 唱功就不用自意了 有人問你有沒有打算 開班 搞人唱歌 曾經也有閃過這個念頭 但是比較難一點 因為呢 我是會很投入去做每件事的 如果我真的要教的話 我覺得會用很多時間 我現在就比較忙一點 做自己的音樂 但是我喜歡的 其實我喜歡分享 喜歡把我認識的東西 跟其他人分享 我覺得 Timing round 還有看人 有些人如果特別適合 Key的 我都不介意的 就是 哈哈 你做什麼 我沒有說話 你喜歡唱歌嗎 我 我也有歌手夢的 真的嗎? 你喜歡唱歌的 我也喜歡唱歌的 但可能沒有人喜歡聽我的唱歌 單戀 單戀 哈哈哈哈 所以你是傾向 譬如我做一件事 我就真的要進全力 是啊 就不要說 什麼都想做的時候 就可能怕兩頭不到岸 是啊 你現在應該這幾年 都要努力在這方面發展 我知道你有個退休計劃 是嗎? 是嗎? 即是你現在是40歲退休 那我差不多了 哈哈 所以可能你現在就要 專心一下這一方面 我看你是這一段時間 就是轉了新公司之後 我看你是 馬不停提 真的 這幾年都會忙 40歲前退休 是說一下而已 就是小時候的目標 是很難的 小時候有個前輩 就跟我說過 你一定要設定 你的目標 因為你設定40歲 就會50歲 甚至60歲才發生到 但你至少有個目標 不行不行 要加把勁了 有些人可以唱到80歲 我暫時還沒確定 是不是可以 哈哈哈哈 我覺得應該不會的 就算真的讓你可以 40歲退休 應該也不會完全不做事 人不會不做事 是啊 也不知道怎樣消磨時間 都要有寄託 我經常想一件事 還有我經常會問朋友 如果你中六合彩 你會不會還要上班 上班可能就會 哈哈 都會上班 但我會囂張一點 哈哈 我問很多人 他們都是說會上班 都會上班 會正常上班 可能不會那麼辛苦 你會選擇工作 但都會上班 他們怕被人綁架 可能他不上班 就每個人都知道中六合彩 綁架 都是的 他就繼續辦 唱歌你是喜歡的 等於我是在做這件事 我是在喜歡的 真的讓我達到目標 其實我喜歡這件事 我都會繼續做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退休 應該也不會 但到時有多點時間 做其他事 可能真的可以收回徒弟 是啊 可以教一下 或者有多點時間做義工 有空又出一下碟 開一下show 可以再多點自由 去選擇自己想做的事 如果你真的到時退休 你都可以找多一點 我再變多一點 一千元給你都可以 哈哈哈哈 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都希望我可以 試一下設備 大熱一下你試一下 OK OK 有些觀眾就說 如果想入學 做這個作曲人 有什麼鼓勁 現在方便很多 比起以前 以前的年代 真的可能你要 錄音的那隻碟 去拜訪唱片公司 現在所有東西 電子化了 寫個電郵過去 是啊 寫個電郵過去 或者是社交媒體 你可以DM 但是我有一個 提示可以給大家的 就是盡量 整個DM的完成度 盡量高一點 名中率會高很多 例如編曲 也要整個框架 要聽到 然後錄音 如果作曲人 不是唱得很好 就盡量找朋友 是唱得好一點的 因為都很影響 哦 也是啊 是啊 如果唱得很難聽 是的 有時候會收到一些DM 或者一些不知道誰的E-mail 很正常會有一個 小小的戒心 你會不會有病毒 是的 如果這麼幸運 真的按了進去 你就真的要利用那個機會 要一鳴驚人 不要想著 給個Rough的 到時才算 千萬不要 所以真的會有人 會的 直接傳個Mail過來 會的 會的 有沒有真的有的 是真的適合用的 有的 都真的有 都真的有 他真的想試這個方法 我會不會當我 如果我上過Youtube 其實都可以 可以上Youtube 找朋友幫你唱 或者自己唱 做得好一點 我會把連結給唱片公司 歌手看 我覺得會有多些機會 我不開名 但是香港 我們現在的樂壇 有一些歌手 是這樣而出了 是啊 噢 他本身是作曲的人 接著就要埋著一些歌 接著就真的DM E-mail 然後慢慢就變為歌手 是真的有這樣的 來自出現過 所以是有機會的 現在還在活躍 不要猜 不要問我 不可以公開說 是不是師弟說 是心情 是心情 哈哈 如果你真的幫到你 我希望你作為回報 都可以作回一首 不知騙案的曲 哈哈 送給我們 哈哈 都可能是一個 出道的方法 哈哈 跟粉絲最重要的回憶 最重要的回憶 有沒有發生過什麼 你覺得很特別 很重要 其實我覺得 很珍惜每一次 跟他們見面的時刻 一起經歷過很多事情 有一些粉絲跟了我 十幾年 每一個節日 我的生日 由他們拍拖 到結婚 到生嬰兒 是大家陪著大家成長 如果真的要說一個 實實在在的一件事 可能會是 第一次開紅館的時候 我2018年的時候 第一次開紅館 對我來說 是一個里程碑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刻 他們全部都出來支持我 然後有些就在外國回來 可以在同一個場合 看到這麼多的粉絲 又是一個這麼重要的時刻 這也是一個很珍貴的回憶 也不是的 是粉絲 其實Jap 真的是粉絲 真的是粉絲 你看著他 原來他有另一半 又會告訴他 我現在拍拖了 是呀 結婚又告訴你 很甜蜜的 他們有時會 DM 我 我想告訴你 我現在拍拖了 很開心 好像真的是朋友 我看到你早前去一個粉絲的婚禮 可以去Junny的窗路看看 Junny是直接特集了一個粉絲的婚禮 然後去唱歌 就唱了兩首歌 唱完你的新歌 是嗎 單戀者的一件小事 觀眾就想問 第一次單戀是甚麼時候 我做這首歌 單戀者的一件小事 就是寫那一段回憶 當時我讀大學 很喜歡 當時有一個師兄 因為我覺得他很有才華 很英俊 還有是學校的風頭燈 很多人都很喜歡他 那我那個時候就 嘩很棒 覺得很迷人 被他吸引著 但是我就 沒有勇氣跟他一起 就很純粹 很想他喜歡他 慢慢跟他成為朋友 然後有一些互動 但是最終都沒有一起到 寫這個故事 看這首歌 其實就是想說 喜歡人 還有最終是不是一起 其實是兩回事 嗯 一定要得到 有時可能的過程 沒錯 很多享受 對 不是看結果的 認識到他 或者是 喜歡他的狀態的自己 這首歌好像說單戀 但是裡面有個訊息 是說你要愛自己 有個目標 可能因為這個人 變得更加好 對 比如說他很喜歡運動 本身可能自己一般喜歡運動 但是會因為他要去 變得更好 你會想健康一點 接觸了這個運動之後 你才發現 原來我也挺喜歡的 如果不是因為他 我不會去嘗試 某程度上你是有進步 變成一個更好的自己 不一定要得到 但我想說其實 如果你得到了 可能不開心 是的 我也挺深感受的 單戀 還處於單身 我發現很多男生 就是他單身的時候 又會去健身 啊 然後又會練大隻 然後裝得很漂亮 那拍拖 甚至結婚的那些 就 放棄了 對 瞬間完全不同 這個我是很有同感 我一來講 因為我單身的時候 我都瘦很多 你剛剛說到這個師兄 唯有才華 有英俊 你的擇偶條件會怎樣呢 會傾向 才華多一點 還是英俊多一點 還是我要了 哈哈 外表不要太離譜了 哈哈 是啊 可不可以舉例有哪些 不要啦 我開明了 只要不是太接受不了 我都OK的 就是不是我的主要 我是喜歡有才華 還有有智慧 脾氣好 哦脾氣好 還有優雅 說越說越多 哈哈 還有腹肌啦 這樣也不用的 我發現我對外形 沒有太多太多的要求 就是順眼 合眼緣 OK的 如果你有拍拖 你男朋友看到他的時候 對外形沒有什麼要求 哈哈 他這樣 那我 哎呀糟糕了 這樣 好 我要修正 我怕我之後那些前途 會受到影響 因為我這番話 我又要英俊 又要有才華 又要有智慧 脾氣又要好 然後又要優雅 哦 這個是修改版 是啊 女生沒什麼 男生要小心 男生說到這些 就會很糟糕了 OK 哈哈 最近 馬不停蹄做事 會不會很快會有演唱會 還是會在籌備 在籌備 真的在籌備演唱會 在籌備 但是需要一點時間 不可以快 我可以解釋為什麼 首先 現在的表演 是大家爭旗爭到 每個人都想開表演 第二 因為今年 是我一個新的開始 我去做歌的 那個心態 那個理念 都有些不同 所以如果我開演唱會 我都希望有多一點 現在新的狀態的作品出來 否則就會跟之前開的演唱會差不多 嗯 你明白我說嗎 所以我就需要一點時間 去儲多一些新歌 你新的歌 有新的想法 然後再加上之前的一些 大家喜歡的歌 才開演唱會 而且我看到你最近這首新歌 和你以前的作品 真的是很不同 很不同 接下來也會嘗試多些 不同的風格 現在就會 想去再探索一下 有些什麼想做 又沒有做過 那就會去實現它 而且也會想多一件事 就是每一首歌 除了好聽 大家喜歡 之外都會再想 還有些什麼的 purpose 未 serve 到 例如今次這首歌 其中一個 促使我去做這首歌的原因 就是我發現 哇 歌父少一些sweet的情歌 那我就去做 之前就少一點想 purpose 會想好聽啊 正就做 現在都會好聽啊 正都會做 但是都會想多一點 這個題材做過美 美又可以試一下 這個類型做過美 美又好像挺適合 或者是 很多粉絲的 feedback 都說喜歡這一類型 或者是想哪些題材 那我就會去做 那現在整個世界 經濟都不是那麼好 你會不會寫一首 可能關於很多電話 騙案 現實也有很多騙案 你會不會寫 魔術那些 魔術那些比較少 真的很多 你會不會嘗試寫一首歌 來警惕一下這些人 很多人被人壓承一下 你會不會嘗試做一下這類型的歌 因為我看到這一個樂壇 都比較少這些類型的歌 比較少 我覺得這一個任務 可能可以交給你 因為我覺得你現在身教 很多人要小心 是嗎 我覺得你做得挺好的 但我的傳播性 沒有你那些那麼厲害 和我有一個 cross over 甚至可以達到我的觀眾群 其實都可以的 但你可以繼續去新教 你繼續去新教 再找找不同的目標 可以傳播 要警惕騙案的訊息 收手了 收手了 我現在就先進修自己 我等你退休的時候 我就每天都來找你 剛才你說到 因為香港的旗幣很難找 也有馬來西亞觀眾就問 會不會考慮去馬來西亞演唱會 都希望的 我希望去到不同的地方 除了馬來西亞 例如美加 英國 我看到很多人都開始 去不同地方開場 其實自己都很想的 等個時機 等個時機 做多些歌 希望之後做的歌 大家都會喜歡 首先要接受和喜歡 肯定了我的作品 就會多些人關注 可以去到多些不同的地方開場 希望你除了去那些地方 都可以去規律賓 那你那一千元 就能夠用到 終於可以用到 但一個都很搞笑 應該都是馬來西亞觀眾的 會不會有一首歌 是有這個馬拉文 馬拉文 會不會有這個 其實曾經都有想過 全首就未必辣 但是 幾句 是啊 其實我想過 是多種語言 要找一首適合的歌 放進去 我現在突然想起 我好像有做過 19年的時候 推出過一首國語碟 裡面有一首叫做 佛世奎的歌 佛世奎這首歌 我用了馬來西亞 一個傳統的樂器 就放進去 我記得中間 有一些和音 我好像 暗地裡 滲了一些 有趣的語言 但要聽回 我不是很記得 因為都有點久了 這麼隱悔 暗地裡 甚至有可愛的語言 因為它是一些音 沒有意思 但有一些音 好像是有一點 我大概不記得了 或者你們到時可以聽回 對 我記得了 最後一個問題 觀眾就問 下次會帶我們去哪裡玩 上次又去了 看電影 送外賣 有個觀眾 我覺得那天最開心 是結婚的時候 你出去唱歌 下次有沒有什麼想法 跟他們去哪裡玩 我沒想到 大家可以給一些意見 那開放大家 下次 專門跟你們去哪裡玩 玩些什麼 大家也可以開放給 專門選客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原因 我們做一些事情 可能 新歌的MV 破到某個觀看數 我就做一些事情 OK 例如 選一個幸運2 選一個幸運2 總之做些事情 做些事情 OK 我們說 沒想到 多少觀看 現在這一刻是三十幾的 我想一百萬是一個旅程碑 一百萬我們可以想些事情 二百萬再想些事情 每一百萬就想些事情 是 即是你夠僵你就保持 保持 保持保持 保持保持 OK 那已經說了 專門是粉絲 就懂得做 大家平時聽多一點 第一百萬看看誰是幸運2 看看誰是勤力保持 我就會抽 抽出來 OK 大家懂得做 記得 到時不要忘記我 OK 好 今天就非常多謝 Ginni 多謝 多謝觀眾 提到這些問題 再次澄清 我們沒有騙過Ginni的錢 不要再DM網 不要再罵她 不要再罵她 我原諒她了 我們 move on Ginni來後可能會去菲律芬做幾年 是 其實她是為我準備 我希望每次見你 我都為你準備到一個國家的貨幣 我希望下一次是歐羅亞 美金 英鎊 隨機 可能埃及也挺棒的 是吧 埃及 再次多謝Ginni 大家記得 留意Ginni的新歌 單戀一件小事 還有 看多一點 聽多看多一點 等她立即100萬 看看Ginni會再跟你們玩些什麼 做些什麼 多謝大家 再見 拜拜 大家看完片 就記得 留言 Share 和Subscribe 拜拜